镊子堪比水中乌 十六皇子死十五 畜生尚且知田毒 人丧天伦至今 武说五代史讲讲诗国事 与君共赏五代诗国哪些小故事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杜武 今儿呢咱们讲第三二七集 咱们在上一回说到 这岭南广东这块呢 天高皇帝圆 在火车还没有发明的年代啊 就如如是世外桃源一样 很偏僻 不知不觉的 刘衍得知了中原变了天的消息 赶紧拆十折去觐见后堂的李存勖 派遣去后堂的是一个叫和辞的时间 不久便启程回国了 如实地禀报了刘衍 那李存勖招待了咱 还看他亲自登台表演 君君臣臣关系根本乱讨 细子横行 更兼皇后刘氏腐败 太监王法乱象丛生 不久必乱 刘衍听闻之后大喜 这李存勖 也不是啥好鸟 我还听他杀脱骑兵有多厉害 回头一看 作文天下不过如此 至此 刘衍就和后堂断了往来了 继续举手己方的一目三分顶 装作不认识这个李存勖 不仅如此 但凡诏书里需要提到后堂的 这刘衍就一律写成洛州刺史 就不写你是个帝国 你李存勖在我刘衍眼中 就是一个终极boss而已 知晓了后堂对自己没什么威胁 这刘衍开始进入腐败模式了 反正珍珠贝壳 珊瑚带帽 这南海应有尽有 取之不尽 用之不解 对南汉来说 正因为多所以贱 刘衍的衣服 房子 马车 上上下下 都是珍珠闪闪的 宫殿中央 还有一个雕成日月形状的大水晶 看起来 此时老亲家马因 有点嫉妒南汉 中间呢 发了一次兵 来南汉抢宝贝 南汉指挥这次防御战的呀 是一位叫做苏章的将军 这苏章将军 在刘尹时代 就已经辅佐刘家兄弟了 当年 韶官战役 刘尹全军覆没 他亲自断后 把自己的马匹 让给了刘尹 从而让刘尹逃出生天 至此 在南汉军中立足 此番抗击马楚 苏章在鹤江中 沉下了铁锁 两边系在齿轮机关上 待马楚的战舰到达 迅速拉起机关 马楚的船只 瞬间掐克 早已埋伏好了的 南汉神剑手啊 同时射箭 楚军被射成蜂窝 狼狈被盗 哎 苏章此番立功 只是可惜 另一边 苏章疏于管教小孩子 他的五个孩子 平日豪侠任性 结交黑社会 就在苏章得胜归来 还没几年呢 就有人诬告他孩子谋逆 这五个孩子 全部被抓住之后 直接处斩 全家连组 唯有着苏章 因公免罪 但最终 他年事已高 解了兵权之后 一人最终 孤独钟老于 广州贫民窟之内 跟着老去的 还有刘衍自己 刘衍也该到了 为身后事着想的时候了 马楚篇的时候 咱们就说过 这刘衍很是幸福 一共有十九个儿子 长子和次子早腰 第九子死于越南白藤江 所以呢 还剩下十六个 按照自大即小的原则 第三子刘宏度当为储君 但是刘宏度平素游手好闲 结交社会人搞事情 第四子刘宏熙 稍微会干点正事 但是为人狠了 看来看去 还是第五子刘宏昌 做事最为稳重 最适合当接班人 不得不说 事后证明 刘衍的想法是完全正确的 但当刘衍向群臣哭诉 我的这帮儿子 只有刘宏昌向我 其他的没几个有出息 我闭眼角一蹬 这些人定然要兄弟戏强 这明明就是老鼠钻牛角 走不了多远呢 插一嘴啊 刚刚刘衍的最后一句邂逅语啊 就是成语钻牛角尖的由来 不料 一个担任文官书记的萧毅却说着 帝长子继位 天经地义 你现在费掌利诱 刘宏度和刘宏熙怎么想啊 说的就好像刘宏昌被扶上了皇位 他们就不会乱世的 刘宏昌本还想把刘宏度等二人打发去外地 但看看萧毅说的很有道理啊 长探树生便打消了那个念头 说起来千错万错 还不是自己生了一堆黑鱼镊子 而且还疏于管教的错吗 后梁朱温氏 湖南马楚马阴氏 还没介绍的福建敏国王沈之野氏 加上你留言 如果你们来世偷胎 真该翻翻历史书 看看学一学前属王健 他立了最差的幼子王衍 但九个活着的哥哥 还能彼此相近如宾 三子刘宏度继位 是位南汉商帝 并在继位之后改名为刘芬 一个王一个芬 这改名啊 是有说法的 在这呢 给大家我科普一下 这西汉后期到南朝 不谈姓氏 单字名为贵 双字名就是贱 所以譬如曹操 司马懿 刘备 都是贵名 都是一个字嘛 而刘芬当然也是贵名 但按照原名 刘宏度就是贱名了 刘芬这个改名 也算是一种文化父亲 所以譬如 咱以前呢 有同学姓碧 父母起一个碧月修画 打一比方 当然了 正常人没有起碧月修画的 但这个名字 如果穿越到古代 那就是在青楼里 做最低贱活的 回到正底 正恰如当年 他爹的评价 这刘芬 就是一个荒淫青年 那放到今天 绝对会染头烫发 并且成为 藏爱家族的老大 他爹的尸骨未寒 并且还未下葬 这逆子 就带着一匹 狐朋狗友 奇装异服 大闹灵堂 敲钟打鼓 又唱又跳 一曲唱罢 刘芬指着 领舞的和领唱的贺道 干得好 赏 接着 再跳下一句 本来吧 即便是会吃尸体的蛟龙 广州人民多少还是有一点感情的 特别是那些坐船下南洋 去印度或者是阿拉伯 赚了钱回来的商人们 可以说没有流言 广州不会成为繁荣的通商口案 所以在大家伙心中 对流言的死还是比较悲痛的 结果 现在一来参加葬礼 看这幅情景 大家瞬间全都哭不出来了 名室里的老人们 只是嘴里叹息着 哎 造孽造孽呀 隔壁 马家灵堂吃鸡 咱们刘家坟头蹦迪呀 白天闹完了 明天还得出殡呢 今晚就是孝子们 该守夜的时间了 众人在晚饭之后 签个道 点个名 一共十五个 但唯独不见刘芬 素质刘芬品性的五帝 刘洪昌 略一思索 带了一帮人去了内宫了 刚到门口 就听到一阵浪笑银邪的声音 从房里传来 众人一愣 为首的刘洪昌 也知道是家丑 但还是大着胆子 撞开了房门 就见白天和刘芬 蹦迪的那群狐朋狗友 去青楼 请了不少女子而来 男女全都脱了个金光 捉对在地上干得龌龊之事 刘芬还穿着丧服 一旁拍着手跳着 高兴着 而后 刘芬正欲宽衣解带 和一个男的 准备来一个有样学样 男上加男 勉为其难 见此丑行 众人的脸全都是黑的 当即赤退地上金光的众人 强行揪着刘芬 去灵堂了 鸡飞狗跳的葬礼 总算是做完了 不省心的刘芬 接着让全广州市 鸡飞狗跳 每晚刚过子时 这刘芬就一袭黑衣 带着损友和青楼女子们 溜出了宫 直接随机敲开 民家的门进去 夜闯民宅 还则罢了 这伙人 以访问民间疾苦为由 或者 更为直白地说呀 试一试你们家床铺的质量 就直接地在居民家的床上 做那种事 并且表演给居民们看 皇上纵情声色全马 下边的民众 费反迎天 龙川发生了民众暴动 起义不能群龙无首啊 众人强行拉了一个叫做 张玉贤的献力威王 还说此人出生时 满家红光 实乃罗汉脱生 起义军响应号召 全军穿着红衣 好为赤军 瞬间 广东东部 潮州一带事件 只是这张玉贤 毫无统事才干 每天日常干的事啊 就是下人禀报军情的时候 他全程点头说 下人不禀报军情的时候 他就去内唐烧香拜神 就这样混吃等死的奇异军 居然数次打败南汉官军 甚至皇子刘洪高和刘洪昌带队 都差一点被包围 不过幸而南汉将领 万景西和陈道祥神勇 攻破赤军迎战 赤军被迫北上 驱赶进入南唐境内 再之后啊 这罗汉脱生的张玉贤 遇到了南唐天天拜如来的菩萨将军 编号进宫 罗汉打不过如来 弑军 全军覆没 这次起义 虽然南汉没有消灭掉 只是把起义军 赶入了他国境内 让别人消灭 但刘芬好似仍然以此为荣 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仪式 而他四弟刘洪熙为首的阴谋家 则利用这次庆祝活动 开始了篡位行动了 当初 刘衍临终时 有单独留下刘芬警告过他 如果要是胡来的话 他的十五个弟弟 随时都会取他的命 替代他 这句临终的真言 没有让他奋发突强改过自新 反而的变为对弟弟的猜疑 还立了规矩了 心腹太监守门 诸位弟弟要觐见的话 必须要有自己的诏书 所以放在平时 刘洪熙等人 是断然没机会动手的 这次庆祝活动 怎么能错过呢 刘洪熙和自己要好的 陈道祥将军商议 又找了刘思潮 林少强 何昌廷等人 亲自派人告诉刘芬 哥 我知道你耗内口 所以给你安排了 男男裸体摔跤表演 要不要看看呢 刘芬大喜 在长春宫亲自观摩了 诸位男人的哲学式摔跤 摔跤的方式啊 可以去B站 参考比利海林顿 拍的鸡片 好这口的 千万别错过呀 西间 陈道祥拼命的敬酒 直接把刘芬灌醉 看着刘芬歪倒西斜的 陈道祥一声令下 舞台上的诸位 瞬间停止哲学表演 围了过来 直接砍了刘芬和周围的太监 在府中等来好消息的 刘洪熙动身进攻 在五帝刘洪昌 和十帝刘洪高的支持下 拥立为新军 并改名为刘胜 这便是南汉中宗 刘胜靠着弑军杀凶 夺得皇位 那么他的弟弟当中 会不会有一样 有这种心思的呢 最不上道的呀 是这十帝刘洪高 这人呢 天天要求刘胜 以正视听 将刘思朝等人生之以法 至少要把谋杀刘芬的罪行 推给他们 把锅甩给他们之后 召告天下 刘洪高啊 刘洪高 你这么出头 必有阴谋 刘胜就第一个表示了 对刘洪高的反感 登基没两个月呢 刘胜就单独宣鉴了刘洪高 进攻进攻 刘洪高不傻 他当然知道此行凶多吉少 于是沐浴更衣 对着家里边的佛像 拜了几拜 佛族保佑 洪高投胎时 一念之差 投身王宫 怕是见不到明天太阳了 愿得申明保佑 来生投在民家 免遭屠杀之祸 初开刘洪高 历史上有记载 死前求神 来世不当帝王后代的 还有宋顺帝 刘准 和随右主 杨洞 面对南齐萧道城的威逼 面对王世冲进县的独九 还有就是现在 面对刘胜安排的 有去无回的鸿门宴 三个时空彼此不同的人 却不约而同的 读咒 发了一样的毒誓 历史 无所谓对错 只是弱者没人同情 自己做不到强者 就一定不是故事的主角 那么一旦出头 等待你的 就只能在历史的戏剧当中 领便当了 不是吗 只是 如果说刘芬之死 是刘胜篡位登基的必然程序 那么刘洪高死于鸿门宴 则是刘胜对其他弟弟们 大开杀戒的开始 跟着刘洪高之后 第二个倒霉的 当然是五弟刘洪昌 当年父亲刘衍 不是赞美刘洪昌 能力比自己和刘分强吗 所以现在的刘洪昌 必须死 于是 就在父亲周年忌日的这一天 毫无防备的刘洪昌 遭人暗杀 跌写在父亲分前 八弟刘洪泽 在雍州当了个省长 治理得井井有条的 据说 有凤凰居然都栖息到 雍州附近的山上了 什么 凤凰 出现此等祥蕊 这刘洪泽 定然有谋窜之心 你去死吧 于是 同样毫无防备的刘洪泽 接到哥哥送来 犒劳赏赐的酒食 全家毒死在喜宴之上了 说起来 按现代人眼光 那西西到永州的凤凰 按地理位置 八成是某种孔雀之类的 刘洪泽勤政爱民 可能保护环境做得很不错 自然的孔雀 会来这食物比较多的地方安家 可惜了 一个致民有方的青官 竟因一鸟而死了 刚杀光了弟弟当中 比较有能耐的 刘胜突然转念一下 哎呀 最早被我杀死 那个刘洪高说得对呀 那些在刘芬面前 表演摔跤的几个人 确实 有我密寿的口实 说不定 将来要勒索我 当个官做 不行 除掉 于是 刘思潮 何昌廷 等当年在刘芬面前摔跤的五人 突然被抓起 次日凌迟渔刑场 看到刘思潮突然被诛 那策刷摔跤暗杀的将军陈道祥就害怕起来了 然后找自己的好友 一个叫做邓申的文人 邓申听了陈道祥的话之后 默不作声 回头去书房找了一本历史书 名叫汉书 丢在了陈道祥面前 陈道祥感激地看着邓申 哥呀 你丢一本历史书在我前边 是不是说我头脑四肢发达简单 所以要多读书啊 少想点有的没的那种 邓申瞬间火冒散场 狠狠地戳着陈道祥脑门 你是个蠢猪啊 汉书里写得清清楚楚的 刘邦登基之后 韩信 彭月 怎么死的 你自己去查呀 翻了翻汉书 看着最后变成肉泥的两人的故事 总算明白邓申是啥意思了 然后陈道祥好好地病了一场 还没等他想到该如何脱身 这刘胜派出的刀斧手 已经包围了他的宅邸 于是陈道祥被遗族 在遗族的时候 陈道祥的日记被刘胜发现 于是他知道了当时邓申和陈道祥的对话 很好 我也成全你当上韩信 刘胜如实说 于是邓申跟着也莫名其妙地掉了脑袋了 同时掉脑袋的还有副宰相王帆 因为他老实机外自己杀人太多 一直说自己杀人多 杀了你也不多你这一个 紧接着掉脑袋的是七弟 刘洪雅 刘洪雅在被行刑那天 在刑场之上大哭起来了 哥 为什么呀 为啥呀 我又没对不起你呀 刘胜笑咪咪地看着即将去死的七弟 哎 亲爱的弟弟呀 你也别怪哥哥我心狠熟了 你要怪呀 就怪咱娘和咱姑姨 这么的能生 谁让咱爸有了你们 嗯 你现在没烦我 但是你将来呢 此话一出 刘洪雅掉脑袋 六弟刘洪碧 再傻也敢明白自己是有什么下场了 于是一不做二不休 纠结了几个皇子皇孙 准备来一个鱼死王婆 但殊料啊 这会议开到一半 明火执仗的刘胜 已经带人将他们包围 撞开了房门之后 细数捉拿了五个兄弟 刑讯逼拱下 最小的十九弟 刘洪毅 招供了一个逃跑的共犯 刘胜害怕还有漏网之鱼 于是在剩下的四个弟弟当中 麻痹自己 惶惶不可终日了好些日子 这一天 府外又传来脚步声 门缝里一看 真是留守 刘洪苗在屋内 嗡声嗡气的喊着 哥哥呀 你没对不起你呀 我也知道 你是想除掉我 但这几年 咱没睡过一个安门觉 就怕第二天醒来 脑袋没了 这日子咱受够了 哥你答应我 你要杀我就给我痛快的 给个时间让我有准备 你答应我就开门 到那天要杀要寡随你便 屋外传来刘胜的笑声 说啥呢弟弟 我当然知道十二弟 你是罪名是理儿的 哥我怎么忍心刮你杀你呢 还不给你全尸呢 这不 哥给你送过了一瓶贺鼎红 喝下暴毙 绝对无痛 你随时可以掌握 自己死亡的时间 哥对你肝胆吧 听罢此言 刘洪苗啪的打开了房门 直接上前吞下贺鼎红 最后一个十八弟 刘洪正 当然也是难逃厄运的 别忘了 当年的唐宣宗李晨 继位之前呢 就好像是一个智商太差的孩子 结果人家会藏啊 一记位马上画风突变 你这刘洪正 看着天天有数好闲 保不准你也是一个会藏的人 去死吧 至此 刘洪的亲儿子刘胜 灭足了十五个兄弟全家 诸完了兄弟 顺便接着杀侄子 侄子杀完之后 还有侄女 大而丑的 进宫为婢 小而美的 进宫为妾 杀光了 拥立自己的功臣 又杀光了自己的亲族 刘胜开始杀普通人了 而且还动用了开水锅 铁 唠船 等等刑具 大肆 对犯人逼供 不仅如此啊 他还黑白两道通吃 和南海海盗勾结 埋伏在西沙群岛一带 大街来往的商人 利润拿了之后 五五分成 敲了保护费的这些海盗啊 官府绝不及拿 至此 刘胜越发有钱 更是开始 大肆建造南韩宫殿了 造完了宫殿 紧接着招募青楼女子 在其中呢 醉生猛死 诶 有一次宿醉啊 这刘胜竟然突发奇想 和一个叫做上玉楼的妓女 诶 玩这个什么呀 披西瓜的游戏 当时啊 这西瓜是刚刚从非洲 经客商传到中国来的 古代的西瓜呀 内容是轻的 不像是现在红的 而这披西瓜的游戏 一般呢 是用木棍 或者是用刀的刀背 放到地上打 结果呀 半醉的刘胜 下令那个妓女 上玉楼 拿脑袋 顶着西瓜 就真的 拿刀的刀锋 直接劈了下去 一瞬间 上玉楼的脑袋 和西瓜 就一起的一封为二 溅出的血水 将那西瓜瘾 染成了千年之后 该有的红色了 次日 刘胜满嘴鲜红地醒过来 还问周围的人 那个妓女上玉楼去哪了 左右宦官就一起指着刘胜的嘴 陛下 不是昨晚 您玩披西瓜的游戏 披开之后 被您配着西瓜吃了吗 我讲的这我都受不了了 有这么一种鱼 叫乌鱼 有名黑鱼 是一种 底西 肉食性的鱼类 它几乎 什么样的食物都吃 甚至连自己的兄弟都不放过 一片糊 都会咬到只剩自己一条为之 所以说 上一篇 咱们说这个刘胜是蛟龙惊变的 我是完全不相信的 但是万一 如果有哪个听众跟我说 说刘胜是乌鱼惊变的 那我一定是 举双手赞同啊 这正是 杀心极变一时起 杀意绵绵 无绝期 昨天孤兮黑于孽 今日何堂 无声息 正当刘胜 醉于杀戮当中啊 有一个使节 来到南汉了 一问 原来是早些年 脱离中国的越南无朝 无权的儿子之一 吴昌俊 这人突然到访 所为何事呢 而刘胜死后 南汉又发生了什么 我们下集再说 好了 本集故事到这结束了 本书作者 H 后期制作 暗指听栏 如果 你有什么好的意见或建议 也可以添加小五的私人微信 哑巴无言四个字的字母全篇 我们下集再见